如果你正想看我视频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的背部和我的正面比差距非常大 我从完全没有背 到现在有一点点背 不得不感慨 背部是真怕骂的难练 如果你想让你的背部进步更快一点 变得更宽更厚 那这4点坑你千万不要谈 第一点迷茫型练背 迷茫特别迷茫 背部那么大 到处都是肌肉 从哪里开始练呢 不知道 反正别人下拉我也下拉 别人划船我也划船 练到哪里算哪里 一定要知道背部最大的那块肌肉 叫背阔肌 我们练背都要围绕着它来 想一想你练完背 是不是永远都是只有腋下那个地方算 再往下就一点感觉没有了 如果是 那就说明背部最应该练的肌肉 你就从来没有练到过 那背阔肌要怎么练呢 或许再给大家慢慢说 第二点基于雕刻背部细节 我一直就觉得 上背这个地方练出来实在太酷了 跟开花了一样 可如果你像我以前一样 现在就开始去做那些角度刁钻的动作 去针对那里 那恭喜你入坑了 效率太低 本末倒置 第三点 把背封成宽度厚度去练 很多人会问 什么动作练宽度 什么动作练厚度 你有没有想过 宽和厚是怎么来的 那不就是背上肌肉变多 变立体的结果吗 任何动作 只要你做好了 给你带来的都是宽和厚 两个维度的结果 就像视频里我做的哑铃划船一样 我背上的肌肉练大了之后 除了变厚 难道不会变宽吗 第四点 容量太大 很多人练一次被八个动作起步的 虽然背部的肌肉很多 但功能相似 再参照我第一点说的 你的训练思路应该明确了 而且练背通常是非常辛苦的 你却能练这么多动作 说明什么呢 好 请大声回答我 你学会了没有